各位朋友,你們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收看肥坤的影片。 今天是11月3日。 肥坤來到白眼堂街,即是福隆下街。 走上一點就是福隆新街。 這裡是李康記。 已經差不多裝修好了,沒有人開工。 身材、工具都準備好了。 可能是等時間開回來。 我們繼續走一下福隆新街。 這裡有很多舊式的旅店,又有新式的旅店。 打完風,馬路上到處都安靜一點。 風球今早早就落了澳門。 沒有風球了。 昨晚掛了8號,在澳門職邊略過。 由拱北鄉州那邊登陸。 也挺接近澳門的。 但是這個風也很弱。 平安大吉。 今天早就挺好天,陰天。 沒有太陽,沒有雨落。 我們今天走一下福隆街。 也叫做手信街。 現在手信街非常冷清。 走前一點就是佛少樓。 今天我們主要走這條街,盧石堂。 比山爺街。 佛少樓有開的。 生意可能比較靜一點。 這一帶的食店也是挺慘的。 人都不多過。 這條街有幾間 舊式的食店已經結束了。 或者搬走了。 這段路只剩下換記和無記。 兩間。 換記和無記就是老字號。 很多香港朋友都喜歡來這裏吃飯。 現在早上11點。 這馬路就非常清靜。 我們說一下盧石堂。 以前這裏是水邊。 澳門的北灣。 也都是沙堤。 有碼頭的。 有水口。 這裏是上落貨號的地方。 以前這裏是一個。 亂石堂。 就是淺灘。 就圍了一個。 糖。 就叫一下。 亂石就叫做盧石。 為什麼有盧石呢? 因為有些盧偉花、盧迪花。 變相就叫做盧石堂。 好。 盧石堂填了海之後。 這裏一帶都很旺的。 還有富隆街。 花角三街。 好,我們繼續走。 盧石堂。 德成安。 這間當店很多年了。 現在做了博物館。 應該前身的老闆應該是高可力。 高可力。 有錢老。 我們繼續走。 這裏是銅善堂。 很多朋友都認識銅善堂是什麼。 鄭醫師藥。 又有醫學學校。 免費的。 銅善堂都很多年了。 最早期就在噴水池那附近。 後期就搬來盧石堂。 銅善堂在裏面就是藥谷。 裸藥的地方。 旁邊新起的大廈就是銅善堂。 銅善堂。 她是銅善堂。 這裏也有很多舊樓的。 亦有很多黃街。 最出名的十八間吉慶里、趙家巷、吉仔圍、丁香圍、很多橫街宅巷 同樣這段馬路都是非常清靜的,由十月蒼五街、草堆街、新鋪頭街、龍石堂,這附近的大街小巷、舊區都是非常冷清的 現在這麼多小時,人也不多過,馬路上真是很少人 天氣也好,不怕下雨,我們繼續逛舊街,看看舊舖 這間日例,攝影鋪很多年,拍照鋪,以前拍照,很多時候都光顧他們 這裏有一間上架行工會,紀念老班師傅,做了一個博物館可以進去參觀 裏面有講解員,介紹一下我們中國的鬥木木工 進去都很漂亮,全部翻身了 展示很多工具 上架飛暴也是很少來這些地方走一會兒,跨過今來往柚遊山順ES 大人不敢去別視 chir蹤文在那邊江振 prints 摸一個圈子拍照 你可以要求事對朋友的意見,甚至 cliché thunderstormsir,過去兩邊把柚遊美秋天解釋 因為早上置頂下廳 di Scriptures 好了,我們出回來了,我們繼續逛逛爐石堂 現在爐石堂,吃的店舖也有很多 有些比較舊的,也有新的 舊樓拆了很多,新樓也建了很多 很多店舖都關了門 不知道是不是疫情關係,真是很少人 澳門明天又要來多一次,全民核檢 做完這一次,如果毫無意外,沒什麼事 應該就,節目全部翻山舉行,照例 賽車,特殊活動,照樣舉辦 毫無意外的話,疫情已經控制住了,看看有沒有流亡之餘 這裏有很多舊舊舖 例如巨機,我年輕時代已經光顧了,幾十年都是這樣 木橋街,每條街都闊了很多 其實那些十八間,吉慶里都是這麼窄 有很多舊舖的門面,用舊舖 但現在做的生意都已經不同了 我們很快就走完整條盧石堂了,幾山夜街 以前這一區有很多洋服店 以前亦都很流行,做衣服,做西裝 現在真是色味 以前那個年代,七八十年那個年代 每個人都喜歡做衣服,做西裝 做西裝 好,我們出到來 這個位置是草堆街 草堆街的中段 這裏有巴士走的 但是馬路都是很清靜 店舖 隔一間開 隔一間就山 基本上隔到近多關門 附近有很多舊舖 店舖 每間都幾十年 每間都 能夠開門做衣服已經是不錯了 幾十年可以守得住 這裏 這裏是孫中山的中西藥谷 把舊樓炒出來 裝修過 也是一個博物館 我們繼續走 我們繼續走走 剛才那裏有一間 煲仔飯的 都是未開檔的 11月 走過很多次都還是 沒有開檔 關門 不知道是不是結業 不做了 現在的中間是11點多 快到12點 馬路都是這樣的 那裏都是這樣的 走上來很舒服 人少車少 我們繼續走這段路 這裏是關前街 營地大街 草堆街 稱為三街 這個路口 也有很多舊鋪 現在我們看到這間銀工 是賣布的 幾十年 那現在 會不會賣布的 真是賣匹頭 真是 真是很難找 我想看樣子 都是賣貨味 這裏是三條街的交會處 我背後就是石閘門上去排坊 我們繼續走營地街 都是很安靜 人多不多過 店舖很多都沒有開門 前面這裏是彩生龍 賣結婚禮服的 應該這個月是旺月都沒有開門 反而這間衣車店 每天都開門 風雨不改 但是已經沒有人買衣車 也沒有人買衣車回大陸 那些貨應該是古董貨 來的 製衣廠有沒有 想過維修衣車 也很難 好了 我們繼續走營地街 行上少少也 多幾個人 行街 店舖很多都關門了 有些是開門 風球已經除光了 小学就不用上学,中国就要上学 燃地街市 这些旧楼就保留了 好,我们下一集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